今晚世界棒球12强赛 焦点来看到因为美国助攻 直接保送台湾 提前取得了冠军赛的门票 不少球迷今天中午一下子帮美国加油 一下子又希望不要赢太多 实在很忙 更直呼说比看台湾的比赛还紧张 而台热冠军战之前 双方今天晚上先进行复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虽然无关晋级 但还是有很多球迷一起到北市府 跨海骑气帮中华队加油 加油 声声力劫呐喊帮台湾逛逛加油 回味32年创入国际一级赛事金牌站 民众超级嗨 台北市政府直接在一楼大厅 炸起大荧幕 让民众能在室内帮中华队跨海应援 周六晚间对战日本武士 也替周日的冠军赛先暖身 中华队加油 我一开始就觉得 我们一定会进金牌站 加油 然后我们在冠军赛再赢日本 全力拼 不要怕 而周五美国和委内瑞拉交手 美国更以一分险胜 也助攻台湾提前晋级金牌站 不过双方战况一度焦灼 多少人比看台湾比赛还要紧张 美国好美国棒 谢谢美国 谢谢美国爸爸 都不知道要帮谁加油 幸好好朋友美国队直接送给台湾大礼 周六晚间超级循环赛最后一场副赛 虽然无关晋级 球迷还是超兴奋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现身应援 等待着秘密武器 今天我也特别准备了一个 日本书 日本书 好 谢谢 市长跟霸气宣布如果夺冠 将近再从70万加码 如果拿到金牌台北市的选手 我们就会总共再发给 94万9600的奖励金 将近100万的奖金 所以我们很希望 这次中豪队能够拿到第一名 台湾英雄不止运气 更有超强实力 要替台湾再创夹击 记住黄云收入室台北斗